今年只要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過年 恐怕是沒有辦法出國了 各大飯店的年夜飯幾乎早就已經訂滿 而且他們還推升了外帶年菜的銷售量 有業者是推出了這酒香年菜 因為他們在每一道菜當中 都會加入自家生產的酒 提今年的外帶年菜增添了些許風味 一桌佳肴 有魚有肉 這些不是大廚親子料理 而是今年業者推出的外帶年菜菜色 碰上疫情影響 民眾不能出國過年 讓外帶年菜的詢問度比往年更高 那今年待在國內的話 想說跟家人還有朋友們吃一些好吃的 那之前我買過就是酒香的香腸 覺得還滿好吃的 那有酒的話入味的話 其實滿刷水 大家家人都喜歡這個味道 為了民眾在家過年吃得不馬虎 業者發揮自家的酒專長 將酒入菜 推出酒香梅干扣肉 紅麴豬腳香腸 以及超澎湃的佛跳牆 滿足民眾味蕾 我最喜歡這種佛跳牆 因為它的料非常豐盛 裡面有排骨 有鮑魚 而且它鮑魚有十顆 每個人都可以吃到 可以吃得非常盡興 這道是土豬的魚 那聽說是跟一個老店合作的 那非常 它的味道非常道地 而且每年過年都要吃魚 代表年年有魚 那非常的應景又好吃 近年來年菜市場戰況激烈 碰上疫情 國人不能出國 業者趁勢推出多樣新菜色 搶工春節 年菜商機 記者綜合報導